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间 首先这里有纽西兰的《易得台仰》,大家好 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还有我家称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大台《芒向》编辑部 《二台正香报》《三台沙冷气》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 《三台沙冷气》就有些轻松一点的海鲜话题 《正香报》有些比较正经的话题 有趣的话题都是给大家收听的 好了,这一节就想讲一下这个19病毒 就是现在说,咦? 昨天疫苗出来了,而且疫苗不单是效果好 而且它说可以零下20度都可以保存到 好,很多人都很开心 因为之前瑞辉那只要零下70度才能保存到 那些人就说,喂,哪里找到这么厉害的冰箱 正路诊所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是啊,零下20度都已经是很重要的了 那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其实现在有人就研究过 其实这个19病毒不是那么简单 中了一个人的后遗症都好像挺大劲,是不是? 是啊,其实最... 我以前澳洲有个人中了 菲律宾瑞的澳洲人中了 其实它是... 它是不知名地雙脚走不了 就是自从那一次之后 它就失去了工作能力 因为其实它只可以动拐掌去做 但是它自己是一个... 没有记错的话,是一个老师 它站在那里 所以...都可以的 但是... 有时候... 就是行动不方便 不方便 那就辛苦一点 那... 其实我觉得这里最大事的是心理因素 因为其实澳洲政府都是撥了很大笔钱 早前说要治疗这个创伤 因为有些人就是失去了家人 还有些就是没有了工作 有些就是整个生活习惯都改变了 所以其实... 这么说,其实... 心理的创伤其实都颇大了 嗯... 嗯... 其实说... 现在呢... 发觉到... 19影响了很多新的症状 没错 举个例子 嗯... 就说呢... 这个症状呢... 其实会有几个月的 就是... 至少会影响几个月的 嗯... 通常呢... 都是... 非常疲累了 嗯... 会... 脑的记忆上有问题 有对于一些东西的... 有些认知失灵 那就有一些消化问题 嗯... 心律不正 那就头暈 头痛 那就血压不稳 甚至... 脱头发 好像是... 脱头发 哎... 我有一个... 挺好朋友的 嗯... 他的太太中了 他跟我说他都是... 搞了几个月 都常常很容易累 都这样突然觉得很累 但是他先生就没事了 就是... 他现在说痊癌了 但是其实仍然都觉得很累很累 很累 嗯... 幸好他脑没有问题 嗯... 但是通常呢... 那些病人原本呢... 都说... 没什么不是那么严重的 所以... 令到很多人... 就是... 通常都说... 你轻症狀的两个礼拜就没事 这样讲 但是... 现实上你要用几个月时间才做到 所以... 所以... 其实这一种呢... 是... 也都可以叫做是... 慢性的十九病毒 这样讲 或者... 已经被成了一种长期的... 病症 是... 那... 那... 我之前也有个朋友是中了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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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就... 呃... 其實他就... 祥母... 就是... 基本上是百分之八恢复的 但是... 之...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 只可以这么讲 那... 那... 其實还很多医生... 那... 那... 大家 都很诫意的 这些... 就是... 那... 那... 所以有些人说,刚才家产都说了,两周之内都可以传语 医生说这种叫急性后期的十九,或者叫慢性十九 但是有些人就会幻想叫长期十九 刚才家产说的应该是长期的并发症 其实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也是在十月将这个十九的治疗方针加进他的报告里面 还表示许多,医生都要通报,尤其是对于刚才所说的长期 不要以为他已经不再有十九,但以为他完全医好,其实不是的 应该长期跟进,要跟随 所以要小心一点,其实关于患19的长者比例都很不同 有一篇最新的科学论文,其实是针对4000名确诊者的研究 有些症状最少是延长了四个星期 被访者4000名当中18到49岁就占10% 所有年龄层出现症状超过8周 其实就是4.5% 有些症状超过12个星期,就是3个月了,2.3% 其实还有一篇,针对大多数非住院的19病者初步研究都发现 其实高达25%的患者是病90天后,症状仍然持续的 就是没有很轻症,很轻症,很轻症那只 但仍然在搞出来,好像乌鹰,乌鹰的生气,搞得很烦 那就是一件很难断尾的事,对有些人来说 我见到大统领了,三天就搞定了,很精神,鬼打那么精神 老虎打了几个 但你现在看他的样子好像都不是很精神 可能后遗症慢慢爆出来都还没顶 会不会一夜白发就是后遗症? 有可能 真的一夜白发,我是战胜了19灯,牺牲了我的头发 那请脱点来看看,我当他真的,不过希望他脱头发 真是黑心的 不许侵侵见白头,谁知道真的见了 白头侵 有一些在纽约的福建中心主任就说 他说有三百多名住在他们院舍的19病毒患者里面 很多都是出现一些智力神经失调的症状 几乎90%就是很容易疲劳 甚至是心跳加快 就是你根本是那个体能下降 有40-50%是长度不息 头痛和呼吸问题 突然间就吹了一下 可能是说这种病毒令到那些神经的功能出了事 就是控制老神经的神经线出了问题 所以就有这种症状 但是对于这些长期患者如何医治呢 其实真是不知道 至少要 暂时观察到很多都没有办法自己医治自己 这些长期患者 而且是不分年龄的 最重要是没有分年龄 发生这些这样的事才是着急 是 治疾自己的意思 就是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就是自我修复能力 其实是差一点点的 是 其实欧洲有份报告还发现 其实在1837名非住院患者当中 其实三分之一人 今时今日 从他们出院 不是 从他们患病 到现在 就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都是需要依赖这个开幕去照顾 就是不能治理到生活 其实SARS和MERS 伊波拉病毒这些 其实呢 和当年的西班牙流感 其实呢 的症状都在19度 就是长期病患者都是有的 就是 刚才说的 睡眠问题 管节疼痛 都是有的 嗯 哇 这些 这些后遗症呢 是 每个人都不一样 也都不一定有 但是最好就不要惹到 就是惹到这个病毒之后 之后 万一就有这些后遗症 哇 你手尾都非常之长 啊 而且这个病毒传染性这么强 啊 所以大家真的要非常之小心 是 那 还有就是这么说 就是这个 病毒发炎呢 其实可能会妨碍到这个 啊 迷走神经的正常功能 迷走神经 是人类最长的 老神经 传递给肺 啊 腸和心脏呢 所以刚才说 为什么 啊 啊 啊 心心力不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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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费力啊 心跳加快啊 疲劳啊 其实都是因为 妨碍到这个 迷走神经的 嗯 嗯 那其实 是对未来的医疗啊 等等都 就是以美国而论啊 今个拜都为止 已经1,100万人感染 嗯 就是虽然说症状是轻 说会復全 但是其实 首尾是很长的 对于美国的生产力等等 那些人那些医疗系统的 不止美国有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是啊 但是尤其是美国因为它是最多的 其实 其实是很伤的 是 因为尤其是它的福利不足 它这样搞法是 就是 就是 这样一来一搞 咦 之后你康复了 喂 还没康复了 其实有很多工 你要体力去做等等 你突然间这样 不行的 有些后遗症在那里 还有这样说 其实就是好像 可能 我们在外国 就 环境没有那么济湧 但是其实呢 现在就是 全球都有份心理报告 其实呢 很多人是 身体上没有患19 这个是柳叶都说的 其实呢 已经是 有焦虑症 尤其是你在 疫情比较 可怕一些的 或者是 叫做 控制比较差一些的 好像 我曾经 租过的地方 英国 就是这样 其实 英国呢 也有一份报告 其实呢 就是全英国 24名 顶尖的心理专家 就做的 其实呢 他说 19呢 就严重的影响了 大家的心理健康 希望我尽快 控制病情 和有效的工具 和支援方式 那更多的人呢 是隔离啦 那他们就会感到 好 isolated 就是 怎么说 就是 感觉被人隔开了 那就是 还有就是 孤独 和对健康很焦虑 压 和是 透不过气 因为其实很大压力 尤其是经济 经济下行 就对于有很多人是有压力 因为有些人 好像澳洲那样 明年的三月 就没有了这个 Jog Keeper 那好像香港也是年底 就没有了 那些政府寶座了 那应该 就是我们 有网友就说 基本上 大裁员香港 就跑不了 那因为其实 是 是 就是 我说一下我这一篇 就是 Trudeau呢 就扔钱出来 扔到一个地步 现在被人投诉 就是有一些 有些什么 喂 扔得多过以前很多 哦 扔得多过其他政府 哦 就是现在说 那个经济环境好 不过其实是 政府扔钱 扔多了 几亿的 那当然 有些人说 你以后要还 怎么办 但是都专想 如果你不是扔得多的话 你觉得社会更加麻烦 是 所以很难说的 是 其实是这么说的 就是 刚刚有个 格拉斯哥大学有位叫 奥康纳的Professor 他就说 起码英国 现在抑鬱症和焦虑症 是培增 已经有人开始淤走 还有 吃草 还有就是 资金 甚至有人想 自己 伤害自己 那就不好 我们完全不赞成 完全不赞成 他就说 在这个 现有的状况之下 焦虑呢 其实就是人类的自然反应 我们时时刻刻都有 轻道焦虑 其实也是的 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 其实你担心今天煮什么菜 都是种焦虑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 那之后呢 尤其是 对于英国来说 又面对封城 和一波一波的 很负面的新闻 那人大众就想 我会明天做到我的 他说看到一些失业数据 死了 又会到我没有工作 有些人又好像 又要公留 你看看抗神也是 不只是英国 就是香港的 抗俊宇也会 所以 其实 希望大家 多多地想一想 活在当下 学一下其他手艺 就算真的失业 到以后就可以 有回玩技艺 但是 有些手艺 其实在网上学是比较难的 你想想那些手作仔 多数都是要 要实操才能练到的 是吧 你好像游牆 那你没理由对着电脑游吧 哈哈 是吧 要自己游 拿起那一棵 最不显眼的那一棵 游多久 然后练了 练了手了 再练出去游 那 有一节节目 想推介给大家 就是刚才说 那个焦虑 有一节 就是在浪冷气的 就2020-0823-A 那这个就是西功夫人信商 十九封城有发 这个家庭危机 老爸无所事事 怎么算好 那一节是 其实那一节 就透视了很多人的心理问题 那一节 他的老爸就是 就是 烟不离口 那一节节目 当然会解释得清楚一点 那一节节目 烟不离口 搞到自己的女儿都很担心 就是觉得我老爸烟不离口 十九不死都肺癌死 就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 就是这个是一个 衛生危机来的 这个疫情 其实是大家一定要 团结一致 齐齐抗疫才能搞得到 不抗疫 就没得搞的 其实就 千万不要参与那些 所谓大型的群聚活动 作会 各方面 就是任何人想搞一些 大型群聚活动 都是 亂来的 有些人 还要搞一些 就是高度政治化的议题 我认为在这个时间 都是不合当 现在只有一件事 特区政府是 一定要做得好 就是抗疫 一切其他 其他事情 之后才讲 一定这个疫情要搞得好 将那些 短板保齐 有问题的事情 搞定处理了它 要资助援助 不同行业的工友 先做 现在没办法 现在一定要 先处理了眼前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 嗯 其实 专家都列出了 其实白类人 是很容易受到 现在19的 心理问题 是最容易受影响的 儿童 和年轻人 都是 没什么经验 还有长期 有潜在健康的成年人 还有就是 已经有心理问题的人 还有前线医活人员 还有就是 学习有困难的人 低收入人士 还有难民 囚犯 所以 其实 他就 很多心理专家都这么说 就是希望 慈善机构 和其他 政府组织 提供多些 心理辅导 其实都对的 澳洲都有做的 尤其是对于 青少年 和长期病患者 更加需要多多照顾 所谓弱势社群 应该都是 所谓弱势社群 应该都是 我家财 所谓的 美国 是一个 福利不是那么多的国家 都希望 拜登上台之后 都会多些 照顾这些人 是 但是 一天疫情 一天疫情 搞不定 都是困难的 困难的 尤其是 百万人 华盛顿 大游行 个个都不戴口罩 那怎么办 那些人 还是常常都说 十九是骗局 没有的 他们是真心相信的 我刚刚见到 有一个护士 做了一条鞭 他们躺在床上 病床上 都仍然说 这一个是骗局 这样 自己女帝族都说 都仍然是这样 有一个护士 是自白 他说 我有什么好说 我便宜要救他 但是他在床上 我不是中十九 我没有中十九 我以为 你说护士躺在床上 不是的 护士说 他见到不止一个病人 在床上 病床上 都说我没有中十九 这一个是骗局 哦 这样 那 都有一些难搞 是啊 笨人 始终都存在 你没办法 而且那些人很蒙塞 尤其是极有分子 极左极右都蒙塞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